哈喽大家好 今天呢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 Q-Aligners Journey with ZMU 那么首先先跟大家大概解释一下 Q-Aligners到底是什么 它其实就好像braceless 但是它是透明的 然后它是好像那个retainer 是必须戴上去的 然后戴了一段时间之后呢 你就需要换下一套 然后它就可以慢慢调整我们的牙齿 那么现在呢就跟大家一起来unbox我的Q-Aligners Journey 看看里面到底有什么 还记得前几个星期的时候 就是我去了牙医那里做了整个3D scan of我的牙齿 看看有什么问题还有就是有什么地方是需要调整的 那么盒子里面呢也包括了就是我的3D scan的结果 这里呢可以看到before还有after 这个就是我牙齿现在目前的状况 主要的问题呢就是上面的两颗门牙 还有就是下面的两颗牙齿 上面两颗门牙呢就会比较突出来有点爆牙了 然后下面的两颗牙齿就有点overlap 所以我带完了这整个我的Aligners之后呢 我的牙齿就会慢慢的变成整齐了 这个Q-Aligners呢如果要达到最好的效果的话呢 我一天里面必须带20到22个小时 然后我这个Q-Aligners Journey里面总共是有15set的 然后每一set呢我必须要带14天 14天之后呢我就要换上新雷set了 然后你要怎样keep track of me的过程呢很简单 你只需要订阅真用的apps 然后在apps里面呢它们会告诉你什么时候是需要换上新的一套的 然后每一天你会告诉你你还剩下多少个小时 你是必须带你的Q-Aligners的 那为什么这个Zenium Q-Aligners那么方便呢 是因为整个过程你都不需要一直跑到牙医成所那边 你只需要拍照你的牙齿你的过程 outlook上去Zenium的apps 那个牙医呢就可以看到你的牙齿的状况了 盒子里面呢也有这个小小的container 是来放你的Q-Aligners的 还有就是这个球位 然后我现在大概示范一下怎样就是带上这个Q-Aligners 很简单 看我上面已经带好了 我现在就带下面了 然后这个Q-Aligners是拿来做什么呢 就是当你带了你的Q-Aligners的时候呢 你必须要就是咬 就是从前面咬到后面 来订阅你的Q-Aligners fit进去你的牙齿了 谢谢大家